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两年后 这股风潮蔓延到了中国 中国人把这种类型的网站叫团购网 也就是网友组成一个团 去购买某件商品的网站 2010年3月 一位名叫任春雷的人推出自己的团购网站 团宝网 团宝网上的产品极为丰富 在这里你可以买到折扣很低的家电 服装 电影票等等商品 很快 团宝网就吸引了众多网友和投资者 一个月后 团包网开通了包括上海 广州在内的中国30多个城市 此时 一大批团购网站也在中国迅速崛起 满座网 拉手网 窝窝团 最多的时候 一天有几十家团购网诞生 2011年8月 中国团购网已经超过5500家 此时 网站间的竞争也日益激烈起来 战火从价格站 广告站一直打到人才站 一些团购网站甚至发布假消息 勾结商家 欺骗客户 2011年2月 Grupa网联合中国互联网 入户最多的企业腾讯公司 开办了团购网站高朋网 他们的进入让团购市场变得更加残酷 不过 也有一些团购网显得很理性 美团网创办于2010年3月4日 属于中国第一批团购网站 但创始人王兴一直坚持稳步发展 到2010年年底 美团网进入的中国城市还不到50个 此时团购网开通的城市已达300多个 正当团购市场在中国迅速扩张时 投资者的热情却在冷却 一些资本开始慢慢撤离这个市场 2012年1月 任春雷被三四百名员工和商户围在自己的办公室 大家听说团包网没人投资了 都过来讨薪讨债 这一次任春雷没有逃避 他抵押了房产 把钱发给了大家 但不久后团包网宣布破产倒闭 这一年 中国团购市场的泡沫也开始破灭 几千家团购网倒闭 关门 旁星的美团网安然度过了这次风波 2012年 他们的月销售额达到2.2亿人民币 月居行业第一 今天 中国的团购网已经减至800多家 整个团购市场也进入更加理性的发展状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